他说欢迎你到我这来请吃 我请你吃中饭 我说很好 我这样的话呢 我有很多事要向你请教 然后他就请我吃了一桌素菜 那可以说真是漂亮 讲究都不得了个午餐 但是呢 没有完食的午餐 他说 现在在庙里头 我请你讲心经 我当时就想了 不是真是没有完食的午餐 他那时候差不多 不只是这个 这个国教会的几个人呢 当时有好几百人 在一个大礼堂里头 可以说有出家的有在家的 所谓生俗世众啊 都到了 我并没有想到他要让我讲心经 我那时候呢 我那时候呢 信而会背心经了 那么我就给他们讲了一场心经 这样是我跟福老很更进一步认识接近 福老就问我 他说 他说你还想看什么地方 他说我不是告诉你 房山有这个十克半斤吗 我说这就是我这次来想看的地方 他说好 我给你安排 于是他就安排了车 同时安排了人就陪我到房山去 我一到房山看到 当时五座大殿 只有一座大殿 两座塔 南塔 北塔 北塔还没有 南塔 没有了 那么据说是跟中日抗战的时候 日本想着中国有这么多游戏队 在哪儿存呢 在哪儿住呢 一定在这个庙里 所以据说他们派了二十几架的飞机 从头一直炸到尾 所以那真是一片瓦砾啊 碗地都是碎炸的 然后呢 听着这个砖头啊 烂草啊 一个佛像 从日本人炸到那时候 露天五十年 他的手指 一个手指三个打 一个是两个 对着这个情形 想起日本的亲挂 侵略中国 我 真是 不知不觉的就流下眼泪来 同时我就带着佛前 我宣誓 我说我一定要重建云居室 然后我就跟当地的一位管理员说 我说建重建云居室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说钱不少啊 要三十万美金 当时的一块美金 他都不得了啊 三十万美金 我说我愿意花了 话是说出来了 我上哪去找这三十万美金呢 于是我就 从那个以后 我就开始 游走各国有花牆的地方 就把我在 黄山平居寺的这个院 收给大家听 我说希望 你们 为了祖国 为了佛法 把这个江上 希望你们出钱 真是很幸运 不到两年的功夫 我觉得三十二万 那么我 徒老呢 就跟我说 你把这三十万交给我 可是那时候呢 这个重建委员会的 是当时的 北京市的副市长 和鲁丽女士 他也是正习 那么 他就派人 转告我 说是这个钱 因为我是 附建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 你必须交给我 所以 在这个两年之间 我这三十万交给谁呢 我就跟普老说 我说呀 我们您啊 不跟郭恩斗 我说我不交给你 我交给何你 你知道啊 我这还有个大相国寺 也被毁得很厉害 我希望你能够给大相国寺 也捐点钱 等着这一口再说吧 那么我就把这钱交给了何鲁丽 何鲁丽你接收这个笔钱的时候呢 那么 那是非常的庄重 等到我走到明居寺 我一看 四座被炸的四座大殿都已经修好了 而且呢 在修大殿的时候 发现了佛的设立 所以在大殿 五层大殿之外 旁边建了一个设立 然后呢 从前呢 这个 我皇帝啊 每一年都要去朝拜设立 所以原来这有那个 皇帝住的殿也盖好了 所以我这三十万 盖了六座大殿 同时呢 发现了佛的真正的设立 我把这钱交给了何鲁丽 跟官厂以后 那么我的责任就了了 看见店 已经都修好了 那个砖头瓦丽呢 也都排除了 我感觉 我这可以有交代了 但是三十二万 还有两万 怎么办呢 我就想这两万 那时候 我一直现在打听这个人 当时据说 有一位先生 得了肺的肺炎 cancer 肺的cancer 但是他很努力 他就要盖希望小学 他把北 这个河北 这个北京市附近的希望小学都盖了 那么人家说呢 他活不了几个月了 但是他现在啊 开始在云南贵州 去盖希望小学 那么我赶转 得到他的电话 我跟他就通电话 我说我现在这还有两万美猪 我希望盖一个希望小学 你说可以不可以 他说当然很好了 这样的话呢 请问你是一米 你的贵姓 用什么名字 我说我不要我的名字 我也不要文贤的名字 就用当地的名字 他没有说话 他说好 你把钱 汇到哪里来 我就把那两万人金 汇给他的 汇给他了以后呢 后来我们的朋友真正到贵州 贵阳去 非常艰难的看到了 结果这是文贤第一希望小学 反而文贤在贵州出现了 这样以后 差不多在贵州 云南带了十三所文贤希望小学 那时候呢 这样都就让当地的穷苦的人 可以在那念书 后来呢 这个 我这样的话 跟赵先生 这个 人到了2000年 赵夫人